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廣東地區又開始抓電動車了 基本上抓的都是送外賣的車 有電動自行車也有電動摩托車 很多外賣小哥因此都被警方追著跑 還有人跳S了 杭州也有出現這個事情 許多賣電動車的店家 也在警察出動的時候紛紛關門 他們好像有提前收到通知號 而這個狀況不只是單單出現在今年 從2020年開始基本上每年的4月到8月之間 都會出現個幾週 特別來針對電動車來抓 21年也有,22年也有,23年也有 我當時都做過這些系列的影片 而且非常搞笑 去年廣東年輕人就是因為不滿 中共隨意沒收他們的電動車 所以他們乾脆買了電動輪椅 來當作交通工具 而中共很多大城市 很早就開始推出一些政策說擠環之內 不得騎石油的機車 你只能騎電動充電的摩托車或是自行車 後來每年都以電動摩托車非法改裝為藉口 再去把人家的電動車給沒收 那在我們台灣人的印象來說 不管是電動車或是石油的摩托車 非法改裝,你一定就是噪音的排氣管 不然就是不合法的後視鏡、翹牌之類的 你會被抓 但是中共每年給出的都很模擬兩可的標準 收集簡單就是人質 我規定的越模糊越好 讓執法的人員自己去解釋 我們還可以看到旁邊這段影片 這就是中共歷年沒收的電動車 而這單單只是其中一座回收站而已 還有像一些中共警方說 你摩托車上面就是不得放毯子 因為夏天有時候太熱 你剛騎完電動車電池會過熱 電池過熱就會燒你上面的毯子跟坐墊 所以要把你的電動車沒收 按這個邏輯來說中共自己先滷滑了嗎? 這樣子就火燒車了 那要嘛你承認中共國的電動車太便宜了 偷工減料 導致很容易過熱起火 要嘛就是你們中共跟電動車廠商有勾結有合作 對吧? 每年都用這種沒收的方式 逼外送員或是逼其他的人 再換一台新的摩托車 因為你們這個摩托車可能 中共缺錢啦 廠商也缺錢了 每個人都有電動車 我還怎麼賣電動車 不然這樣吧 你中共 推出一些亂七八糟的政策去抓 抓完之後呢 他們會再買 對吧? 讓他們再買這個期間你讓他們再得售個幾個月 這半年你就先不要抓 半年之後你再繼續抓 對吧?他們賺外賣會有錢嘛 但是他們為了要再繼續賺錢 他們必須再跟我買身材工具 你看歐美 台灣啊 都沒有這樣年年在沒收什麼電動車啊 像這張圖啊 是一段逮捕影片的截圖 你們看一下這個電動車 有什麼非法改裝的問題嗎? 還是說他排氣管噪音太大 電動車會咬喔 還是說你們中共法律其實是 禁止騎電動摩托車 或是電動單車去送外賣 對吧?顯然不是嘛 那你們到底是以什麼原因去沒收的? 你看你允許企業販售電動車 然後也有生產標章 是你們中共認可的 但是每年出現那幾週 你又要抓這些電動車 然後這些你又會說 喔這個廠商不合格啊 功率超標啊 電池損毀啊 家裝做電 等等其他旅遊去給人家沒收 真的是羅刹果耶 你都這樣沒收電動車幾年了 所以啊 中共不倒 你們還是要繼續過這樣的輪迴 你們大家又 做不組織有效的抗爭 全部都是分頭行動 被各個擊破 畢竟不是所有外送員都會被抓 只要避開這個時段 你不要出勤 你躺平一下 等那些出去跑的外送員被抓完之後 你就是剩下那批純火的外送員 所以啊 對於一些粉紅的外送員來說 這反而公安去抓是好事 因為外送行業 前幾天我們影片有介紹到啦 嚴重內捲 所以減少一些人對他們分餅是好處 反正這些人可能電動車沒了 他們再去這個螺絲廠打工對吧 時薪9塊15塊被剝削了 然後打工打了半個月一個月 兩個月我存錢買電動摩車繼續送外送 這個期間 就是粉紅外送員最好分餅的時候了 所以他們是不可能團結起來了 去年啊 他們也搞了一個電動輪椅 就僅此於這樣而已啊 而昨天還有非常多中國網友私訊我 希望我說關於東北捷領發生的迫事 那我看了也覺得有必要說一下啦 這件事情發生在4月12號的吉林白城醫學高等專科學 一年級的趙女啊 早上6點起來做早操的時候 不幸心臟病走了 那這不單單只是意外喔 趙女的家屬跟她的一些朋友指出啊 學校的送心輔導員啊 好多事暗示趙女應該要送禮物給她才對 因為你有先天的心臟病啊 所以需要我特別的關照你啊 所以啊 你最好是送你的禮物給我 其實這種收禮文化不僅僅出現在中國的學校 師生家長跟老師之間 醫院也是 結果清明節的時候 趙女就買了一條魚送給送輔導員 但是魚到送輔導員手上之後呢 就S了 不知道是在運送過程中S還是怎麼樣 於是這個送輔導員就覺得 所以趙女瞧不起她 為什麼給她一個死魚 所以開始啊 逼迫這個趙女每天都要做一些強烈的運動 即便是趙女她反應身體不適啊 也是一樣繼續讓她做 直到4月12號這一天啊 趙女意外病發倒地不起 那有很多同學想過去給她做CPR 還被送心輔導員給阻止 並且嗆到 裝 多能裝我看你繼續裝 演 你能演多久 結果救護車半個小時後到場 把趙女送到醫院 直到前天4月14號趙女宣布走了 其實啊 在當下就差不多要宣布走了 對吧 因為你缺氧已經缺半個小時了 你搶救過去也是腦死了對吧 這幾天啊 家屬都在校門口外面維權抗議 公安啊 一樣很暖心的 到場打江山趕人 還把趙女的遺照給收走了 那校方啊 在這期間都不做出回應 也威脅啊 也同步威脅校內的同學 誰敢繼續對外放話 說實話抹黑學校的 我就不給你畢業證書 最後校方在昨天4月15號 給出了10萬塊人民幣作為封口費 這件事情到此為止了 所以我在想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 是這位送心輔導員 想睡趙女 或是吃他豆腐不成 就開始刁難他 沒想到最後把人家給害A死了 對吧 當然啦 送心輔導員他是有老婆的 但是他有老婆 跟他想不想 對趙女有非分之下 不衝突 那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 因為我聽過太多 這種案例在中國 而最諷刺的就是 這是醫學院 而且很多人都學過 CPI跟救護的課程 大家都有這樣的專業能力 至於真的救不救的活是一回事 起碼你要長時間去救對吧 結果輔導員阻止大家去救 這是最諷刺的 中國網路上有流傳一句話就是 你都在討論怎麼救這個病人 你為何不把掐在病人脖子上的 那雙手給鬆開呢 中國的問題到底出現在哪裡 是中國人比較弱 智力比較差 還是這個制度造成中國人 沒有辦法有很多的自由權限 不管是創新研發或是其他方面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那台灣人可能不太理解 首先啦 中共國有一些學校 是要強迫住校的 那早上6點或是5點40分 就要起床去做早操 對吧 做完早操之後 要衝去餐廳吃早飯 那學校的班主任跟輔導員 這天四地說一不二啊 所以啊 上次有一個去馬來西亞留學的小粉 說馬西亞的師生都要服務於我 因為咱們花錢就是大爺 如果沒有中國人去你們那邊旅遊 讀書的話 馬來西亞窮死 我覺得大家去馬來西亞留學 就沒有必要窮樣沒完的 你要讓他馬來西亞 咱中國學生屬於大客戶 你哄他幹嘛 天天啊 這個教授又不喜歡中國學生 那個教授又不喜歡中國學生 真的是給他慣的 我當時就嗆他說 你絕對不敢在中國國內讀書的時候 這樣跟你家的老師 跟輔導員跟校長這樣講話 而我頻道也做了三點多吧 不時就會報導 中共國學校發生一些迫事 不管是餐廳食堂的也好 輔導員跟學生之間的師生之間的 胡心語的也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 比較多S的都是什麼留守的 不然就住宿生 而且很多事情都這樣不了了之了 更多的事情是被壓下來 時不時啊 有些在中國內陸省份 當教授助理或是助教的人 都會跟我保持聯絡 可能他們學校或是附近的學校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其實都會知道 但不見得當地的新聞 或是你們央視會有說 他就會跟我說 我們學校或是隔壁學校 然後又發生了S人的事情 又被壓下來了 我都有看到 有些家長帶人去那邊維權看 但是也被公安打走 沒有新聞報啊 因為小城市嘛 即便是在大城市啊 你也是要非常的幸運 有那個時運啊 才有可能會被央視 或是其他人民日報的媒體看到 但下場最後還是關關香味不了了之對吧 還有像是這條影片 發生在4月7號的山東之伯 一個叫做荔精集團的 他以高息誘惑大量的老人 去投資之後捐款跑路 讓幾百名的老人啊 血本無歸 很多老人啊 去公安局、去信訪局、上訪 全部又被打退打將生給打回去了 有些老人啊 因此喝了這個S了走了 而中共不把專注力放在這種 真正在破壞中國人民 是誰讓中國人民在地上跪著爬著 小粉紅跟中共總是說 還有這個西總書記 中國人民偉大起來了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是誰讓中國人民又跪下去了 當中國人民在找你們 去幫忙處理的時候 你們又讓他們繼續跪著 把先例去放在什麼? 抓電動車 把先例放在去 破壞那個女學生剛剛前面講的 趙女 他們家屬 還有其他的那些同學 你卻不真正的把先例 放在這方面身上 你不要再跟我講什麼 中國人民站起來 西方列強又欺負你 日本人又怎樣 都是中共在欺負中國人 那影片的最後還是要幫我們 自己攝徒日記業配一下啦 那這款就是我們攝徒日記 自己推出的 六四東TouchMe的坦克 伊亞 軍綠色跟黑色兩款 尺寸從XS到3XL都有 那財詞我們就是改為比較堅挺的純棉 雖然他堅挺 但他透氣 也吸汗 也不會因此而激突 那預購日期啊 直到10月21號 那錯過這次 下次再開賣 可能就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啦 那六四當天啊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不分國界的 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都可以去自由廣場參加 真正的感受到 台灣人跟中國人 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也好 或是其他的西藏人之類的 我們可以一同站出來反擊權 互相去交流一下 大家其實彼此的想法是怎麼樣 那購買連結跟限時優惠碼 都在下方資訊欄 點開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爸的小姐姐 拜